我国的监测数据显示 从今年的1月1号以来 我们国家从全国各个口岸的入境人员当中 是监测到了39种净化分支 全部为奥米克戎变异株 以BA.5.2和BF.7及其净化分支 及其亚分支为主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监测到传播力 致病力 免疫逃逸能力 明显增加的新型变异株流行 从去年的12月份以来 我们就已经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了 我们的监测方案 我们已经实施了 公布了一系列的病毒株变异的 相关的一些工作方案 指导各地对输入病例和本土病例进行监测 当前春运尚没有结束 学校陆续开学 那么我们将会根据这个现阶段的 病毒变异株的监测的结果 及时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进行综合研判